那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最值得期待的访谈节目 然后呢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的学生 Peter还有他的妈妈 Jing 然后Peter的妈妈呢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这个也是非常的认真 整个过程的话非常的支持Peter Peter呢本身也是非常优秀的孩子 今天我会做一些问题 然后家长如果你对Peter 说Peter妈妈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和我们留言 一会儿我们一块回答 Peter妈妈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我第一问题想问Peter Peter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OK Hi everyone So my name is Peter And then So currently I'm a freshman At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High School Peter 你可以讲一下你是几岁来的美国吗 刚来的时候 试应是怎么试应的 因为你们是移民家庭吗 Yeah OK So like I I just like vividly I literally vividly remember Like my family coming to America When I was five years old Like when we came I didn't know any English Nor did my parents So like in class I couldn't I don't know Like I couldn't communicate With any of my classmates And I couldn't communicate With any teachers So I guess that first year Was really Was a difficult time for me But I think as time passed Like As like I Started to hear more English And as I started to Imerse into American culture Like I started to become more fluent And Yeah Thank you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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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是给您的 就是您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您是哪年移民过来的 然后这几年你们的这个整个这个移民在美国重新生活的这个心动历程吧 好的 我们是2012年过来的 那个时候Peter还不到六岁 其实就是因为我吧 本身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就有很多亲戚 他们都是在国外的 有很多亲戚在香港 也有在瑞士的 也有在美国的 所以就可能从小对我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我就一直都特别想带Peter出来 就出来多一些学习体验吧 就是多看看世界 然后我们12年就移民到美国了 那个时候Peter刚开始的时候过来的时候 确实是我们英文都不好 包括现在我跟Peter爸爸英文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吧 然后现在我Peter有了弟弟妹妹 我们现在过来大约有八年了 好 谢谢Peter妈妈 那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很多家长移民是为了教育 一般都是为了教育 当时咱们在北京碰面 不是给Peter做 咱们在讨论怎么 那个视频的策划嘛 就Peter那个个人视频 当时要了解过来才知道啊 您是在北京最好的学区 中国安村那边有学区 那么好的位置 然后Peter爸爸呢 也是北京属于首尔高中的那个首尔老师 也后来是教育 很成功的教育创业者 就那么好的教育 在北京 为什么您当时选择来美国呢 因为我我个人觉得吧 美国的这个教育是比较自由的 就是他没有特别多的框架 孩子呢 就是可以自于发挥的 这个跟中国教育有很多不同 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家庭作业 然后有很多东西呢 就是说做作业找答案 他都是要去图书馆 去找资料 要读很多书 然后才可以就是做 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很快乐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模式 我就让Peter 我就决定 还是先让他在这边读吧 然后就让他也看看 他是不是在这边 这种方式会很快乐 好 谢谢 那我下一个问题是问Peter Peter 你觉得 你现在 因为家长 很多家长 是很关心你现在就读的 这个University 他在外区的名字上非常好 你觉得和你之前的中学 甚至以前的小学 你就比 你觉得这个学友有哪些地方不同 举个例子 可能是 classroom experience teacher experience teaching experience other stuff 你能够分享一下 你能够分享一下 对 我不是说 我会不会跟他说 你会不会跟他说 你会不会跟他说 UHS是 是 是很难的 尤其中的 homework load 他们 是 如果 比较 我中学 是 它是很重的 很重的 然后 然后 像 像 它的 市集 是 我的 中文字幕 里面 是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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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uess one aspect of the freedom they give you is that like for the prompts, for the homework prompts there's definitely less limitations like in my middle school they give you one specific prompt and you have to write an essay about that but at UHS the teachers give you multiple prompts like 10 or 20 and then you get to pick one question that you feel like you want to answer and then you can write about that 谢谢Peter,Peter回答特别好 可能个别家长他可能是在国内听 他可能英文没有那么好 其实Peter就讲了一个自由 因为刚才Peter妈妈提到 他喜欢美国这种自由的环境 孩子有的选可以快乐的学习 Peter这个也验证了 就是他之前也读私立 那个私立一会儿给大家讲 就是说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很好的prepare Peter说他在这个学校最大的生活 就是学校非常累 比之前累的很多 作业也多 但他觉得很有意思 老师给你很多选择权 就这个过程是很 就是不是像国内一样 他之前的私立高中在三番 私立初中和国内很像 就给一个答案 或者给文章就给一个题目 那就没得选嘛 小孩可能不喜欢写 但是他这个给很多 而且那个老师的这个预期很高 昨天那个Peter也跟我们分享过 就说我们单独谈的时候 他说 老师虽然没有学校很严 但是他的期望是其实很高 当然他会帮你啊 你会问他 然后他整个学校的竞争氛围非常强 所以一方面的答案 小我跟你说 所以 which class 你喜欢的最多的 超级 들的学校 我就在英语上 我讽生 首尚 我真的很喜欢 的是对家人的 《许多了美 americans》 还有 语言 我讨论了很多 语言 在用语言 我讨论 到我的语言 语言 change of the american dream after you finish reading this book so like i spent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that question and then like writing up an analysis for it i really enjoy i really enjoy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about stuff basically 1818什么概念呢大概10%就100%是10分当时我们都蒙掉了 因为peter是全意的在学啊成绩不错啊妈妈也觉得peter口语很好啊 其实我们不惊讶啊就这高中的我们当时看了一下这个足以比例 亚裔不多初衷啊就peter的初衷啊我们实际上现在有个bias啊 我们觉得亚裔越多的学校成绩越好氛围在那对吧 所以这个也佐证当时我们其实很慌 但是后来实践证明啊peter还是很有潜力的就是 他的那种演讲能量因为peter之前我给他做视频的时候 我们一块研究怎么去做视频啊 他的那种即兴演讲非常强 后来学校都选他上年中或者一大学聚会的时候 作为一个非母语的这个学生去大家演讲 而且peter他不是普通的演讲 他会自己加一些joke在里边 在可能国内叫包袱或者叫梗之类的 但是peter是自动加的就这个很烈 他的语言天空非常强 他喜欢有更好的词更巧妙的这种设计 让大家会拍p 所以在学校很多节目里边peter是有参与的 就是他非常外向就刚才我那个问题 什么样的孩子是个独自教 非常的外向 非常喜欢交朋友 对吧 非常喜欢挑战自我 然后这个问题我要问问那个peter妈妈 那peter刚才讲了很多嘛 你看他这一年成长 我觉得也很好 很自信很阳光 你觉得 您描述一下就是peter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在你心中 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因为家长都不知道 您对手 对吧 然后这几年 从你们移民到现在 他的成长历程 你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我觉得peter其实是一个挺懂事的孩子 他也挺独立的 也挺有自信的 这不是我在夸peter 确实是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 我们刚来的时候吧 我们家里就是英文就特别不讨 然后peter就什么事情都让peter帮忙 peter帮我们去做一些 去跟学校沟通啊 包括有一些说英文的地方 peter就去帮我们去做了 所以就在这方面呢 他就很主动的就承担起来这些责任 就是特别有家庭责任感 后来有弟弟妹妹了 因为弟弟妹妹嘛 也比较小嘛 他呢就也很自然的 就经常照顾弟弟妹妹 就是特别像一个大哥哥 就是在peter他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过程还是挺 他当时刚来的时候 他英文也是不好的 但是peter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 他确实是特别的努力 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 就是咱们考SICD这个事儿吧 我就顺便我就说一下 他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也没想到 其实我当时跟那个团队 跟你们团队接触 主要是因为我们要申请高中 我可能是做这个高中申请 也比较困难 我英文不好 对美国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接触完之后 正好赶上他们学校 第一次的这个SICD考试 然后这些成绩考特别差 然后就正好就在那儿 就周老师跟丹宇老师 就帮他辅导这个数学 还有英文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 就是这一方面 周老师跟丹宇老师 真的是特别给力 皮特就是成绩提高特别快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看到了 他努力就可以立马看到结果 所以他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 他也不觉得很辛苦 他也很快乐 然后我们就第一次考试 就第一次的真正的官方考试 皮特就直接跳到2200多分 然后我们就很开心 就是在这个上面 就说皮特他这个努力 他并不是说 他逼着自己去努力的 我们这八年的历程 一直是这样的 他是在一个很快乐的过程中 去享受这个努力的 就我比一个比一个例子吧 我们来了这几年 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皮特他一直有学画画 他学了有九年级 他就从不到一年级就开始学 然后就学了有九年的画画了 就一直跟着王老师那儿 一直学 然后他也拿了很多奖 他拿了很多奖之后 他们学校就会经常 让皮特去帮学校做一些海报 然后也组织一些各种活动 所以他皮特其实是 一直都是很忙的 他在他们学校上学的过程上 也很忙 就是我就有的时候也觉得 哎呀 我说你是不是这么多事 很辛苦啊 但他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他很快乐 他没有觉得很辛苦 他很享受这种努力 和这种快乐的感觉 他觉得我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他也喜欢挑战自己嘛 所以我就也没有过多的干涉他 我觉得我们这八年过来 其实我对皮特真的是 没有用太多的心思 因为我后面两个还很小 我也没有给皮特特别多的 这个照顾和这个 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 就是努力方面 真的就是靠自己 皮特居然属于放养性的 对 但是我在皮特的这个 他这个过程当中吧 我就直接就分享一些 我特别有感觉的这个事情吧 就是虽然我对皮特做的 这个事情比较少 可是我对皮特 就是咱们道理嘛 还是经常会要讲给他的嘛 就是我特别喜欢跟皮特聊天 对 皮特上次聊过嘛 就是您提的一点 就说 哎呀感谢每周这个两个小时 对 这个给家长一点context 当时呢 皮特他们家是住那个 San Francisco嘛 皮特妈妈不会开车 然后呢 他三个孩子都要照顾 对吧 老大来上课呢 老三怎么办 所以呢 皮特妈妈的爸爸那时候忙 然后呢 皮特妈妈是选择了每个礼拜 打Uber 来那么远 很远 当然很远 每天坐车来 但是我当时 哎呀我是艰西文类 但是皮特妈妈 您可以一会分享一下 就您其实告诉我 您特别享受那两个小时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之前也没有特别多的意识到吧 就是 真的就是 在去你那上课的时候 有这种感觉 就每 因为每周我们要去嘛 来回车程就要两个小时 那这两个小时 我们坐车上面 就跟皮特就聊天 就每星期就聊两个小时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 我就意识到 就觉得特别期待这两个小时 我每星期最期待的时间 就是跟皮特路上聊的这两个小时 因为我们俩聊得特别开心 我们什么都聊 就有的时候就可以聊到 我们俩笑到都流眼泪那样 就这两个小时非常快乐 然后我就意识到 就觉得这个 对孩子这个沟通啊 真的是很重要 就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你就可以体会到 你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也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而且就是聊的过程中 你就会这母子之间 就会有更多的这种信任感 就我们感觉我们俩之间 就是相互信任 相互勉励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就是对我们的 对皮特可能进步也是有的 对我的进步也是有的 我就 后来我就希望 就能够把这个延续下来 我觉得跟孩子的沟通 是非常必要的 对 比如说特别好 就是很多家长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他可能毛衣工作 这个我理解 然后呢 他可能回来就属于那种 他只问结果不问过程 怎么样 他只会聊点这个 孩子最烦听这个 然后他会说 你看隔壁谁家哪个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宇宙最强大的生物 永远比你强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 皮特妈妈这点好 皮特妈妈我可以假设 就是您的问题是没有目的性 就是下流 不是说你学成绩 要学要 你就下流是吧 就纯粹的下流 我们什么都聊 想起什么聊什么 然后他也会跟我分享一些 学校里面的事 他论同学之间的 有的时候我们没的可聊了 我们还会聊一些新闻什么的 然后就什么都聊 但是就这两个小时 就是 我们就从坐上车就开始聊 一直聊到你那 就从你那一直聊回来 就很快乐 对 我没有说是特意的去跟他讲 你要怎么努力呀 什么什么去控制他那个没有 我们就是沟通 对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好 我觉得家长可以借降 因为大家都时间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疫情时间 我很早就说过 疫情可能是 这个最好的一个点 别的 negative咱们不讲 最好的一个点就是 给家长一家人独立的 有的家长 其实在国内很明显 国内很多离异 很多有二胎的 很多就是夫妻 孩子关系更紧张 很多更好的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照妖镜 我觉得对你家长 你到底是想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家长 你和孩子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一辈子的客气 对吧 我觉得P长话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你想让孩子信任 你想了解他内心的成长环境 你不能像老板一样 过一年我就问你结果 看业绩 这不是公司 不管你多么成功 这是你儿子 这是你女儿 你们是平等对话的 你要了解 你要做一个倾听者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那P长话 最近那个Uber赚不到你钱了 你们这个怎么持续 就现在你们是怎么办 因为三个孩子都在家 你们有这个单独的时间吗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晚上 中午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午餐晚餐时间 就我们家的聊天时间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人家懂养生的 是不是觉得边吃饭边说话不好 但是我们好像很享受这个时间 因为吃饭的时间 就是无可人坐在一起 然后就什么都聊 边吃边聊 我们家那两个小的也会参与进来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真的是挺好的 他们有很多东西 也都是在吃饭的时候 跟我们沟通过 他才知道 原来这样什么的 就不用刻意的讲给他 然后我们就在这 这就是我们现在沟通和聊天的 一个特别快乐的时候 对我觉得 这点特别好 就是一个家庭沟通 像一个公司团队的沟通一样 大家有相同的目标 相同的理解 那会一往无前效率比较高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好的今天 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大 我个人也生活很大 因为很少有时间和家长聊这个话题 对吧 因为大家都是来忙 都是为了生育高中和生育大学 这块 好 那我下一个问题 Peter 刚才你妈妈提到 说1800分 从百分之10% 10% 提到95%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tutoring process with Daniel OK OK literally when I found out that I got 10% I was so shocked so like what do you call it after I did the practice test I went to Daniel and Wen and asked like how they can help me like improve so I think so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 that helped me improve was how Daniel and Wen motivated me to study like before before going to them like I only studied around 30 minutes a week but then after after I started like routinely going to the classes and stuff like after school I would study one and a half hours and yeah I think that really helped and then another thing that was so important for that jump was the practice tests I did every week like Wen and Daniel would assign like a practice test that I would do every single week and then at the and then once I finish it I would check the answers and stuff and then bring it to the classes the next week and then like me and Wen would review the problems and then me and Daniel would review it as well and then see like where I did wrong and where I can improve and then I think that really helped a lot because while doing the test I practiced my strategies and also like just practice like the questions I was always I made a lot of work I also made a lot of work I made a lot of work so I'm trying to understand I was like the first thing is to how to and how to communicate I don't do what to do I'm trying to do Because I really enjoy so I was trying to do it I made a lot of work in the last time but Peter was the big thing 不是说我们老师教的多么那么好 我们老师肯定是可以 但是呢 Peter执行力很强 我们让他每周来 然后他不偷懒 他也不说谎 他就真的在做 然后妈妈也帮忙听 所以这个孩子听见 大家都他玩嘛 执行力非常关键 而Peter通过大量的落实 他的成绩非常明显 因为考试都能练出来 虽然不可能让Peter 短时间提高2,350 但是对于这个幅度 到95% 主要通过努力 和Peter本身的聪明 是可以达到的 大家要记得 Peter当年的成绩是非常弱的 他们学习非常弱 数学和英文 都是教的非常简单 然后Peter last question for you and then more question for your mom what's your what's the biggest takeaway from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with Wen and Daniel okay so like when I said before like I the habits right like after after doing all of these tests and after like studying every day after school like I really adopted the habits that I took from like going to the N19 classes and yeah like like even though like I'm not studying math or English that much anymore like I'm still memorizing like vocabulary like Spanish vocabulary from my Spanish classes every day and like doing some math problems to continue to improve Peter what about the essay prompt like oh yeah so also also another like important takeaway was I guess identity exploration like before before I wrote the essay I really didn't dig that deep into into myself I guess so when when me and Daniel wrote an essay about how I started to how like I how do I phrase this like we wrote an essay about how I like at the very beginning I really despised sixth graders and then how like after talking to them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m I started slowly to accept them so like before before I wrote this essay I didn't even notice the process of me hating them and then at the end me liking them I didn't even notice that but after writing that I noticed that process and then from now on when there's like a background bias or whatever you call it I can see that and then I can like change that and then turn it into like yeah like an acceptance thing 好 谢谢 Peter 我觉得这个 特别好 就是我们当时 和Peter 写问题的时候 Peter是有些观念 他是正常吗 他不喜欢小孩玩 这个正常 谁喜欢他低音的玩 但是问题巧了 就问他怎么调和关系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问题 侧面来看看 Peter这个maturity 看他是不是成熟 Peter回答得很好 就是实际上没有固定答案 就是老师和他work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一个 引导他去思考 他思考就问自己找的答案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孩子嘛 孩子出生高的 IC和本科 本科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家长注意点 我们这边一部展开讲 然后我还最后两个问题 问Peter妈妈 就第一个问题就是 整个过程中 您对这个 Peter的 我们的朱老师 还有Daniel 您给一个客观的评价就可以 你觉得哪些方面 是帮到Peter的 我真的特别感谢 感谢 感谢朱老师和Daniel老师 因为这个就是 真的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当时 我去申请的时候 就是为了申请 没有想到在这个SIT 这一块 Peter这么弱 然后他这个提高就特别快 而且这个提高吧 不是说是当时只是为了 我就这么说吧 就是在我们申请 只是一个过程 那现在就是在后面 还真的是有一些后遗效应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Peter来说很重要的 你像Peter本身 我们是从中国过来的嘛 所以Peter跟那些 就比方说当时 考SICT的时候 Peter跟那些本土长大的孩子 肯定是有区别的 他的那个词汇啊 阅读肯定都不如人家嘛 然后Daniel老师就帮Peter 就是一方面教他 另一方面给他一些技巧 他可以提高的那么快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 然后数学也是 数学基础他也不好 然后朱老师当时就跟我说 说是不要着急 我们不要直接 就是跨动那么高 我们先从基础开始 一点点捋一下吧 技术打扎实 现在我就感觉到 打扎实真的是非常重要 不光是为了考SICT啊 他现在就是进University High的时候呢 他们学校是有一个入学分班考试 他按照你的那个 考试的这些成绩 来分你在哪个级 哪个级哪个班 然后Peter直接就考到二级了 数学 包括现在 就是前几天老师给我们的那个report Peter的那个成绩也是数学也是A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基础打扎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块 就是朱老师跟代表 给我们的这个帮助啊 就是这个后遗效应一直在延伸 这个我就 我真的是很客观的讲 在这些方面很 就是确实是特别特别的 感谢老师的这个帮助 然后在就是申请过程中 我们其实是对美国不是很了解的吗 就是当时你们帮我们做规划 当然我 我只能跟你和朱老师聊哈 只能跟朱老师聊 因为我英文不好 就是帮我们把这些条理理清楚了 就觉得SICT很重要 然后同时得知体美劳 这方面也很重要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了 得知体美劳要全面发展 这些方面也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们提供给我们的这些讯息啊 然后我们就就是后来做 包括对现在也都是有很多影响的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感谢 谢谢皮特 我觉得我们也说过很多 因为我们见皮特 当时我们就说我们孩子适合 确实适合 因为有的时候 有些孩子不太适合 我们和家长说 可能要多申请 当时我们是比较gressive 我们帮忙说 皮特申请都是最难的一些 然后容易的话 我们说你们自己搞定就行 对吧 因为皮特确实很优秀性的他没有任何竞赛啊 特别牛的特长啊 画画画画却是特长 他在王老师那边 王老师那边常年来讲 一堆孩子会拿那个全国性的一个画画讲 就王老师对孩子创意画的引导特别好 这个确实是特这个皮特对兔兔的特长 但皮特那个硬件不是的吗 还有一点啊 我们担心 因为皮特之前的那个你们的背景 你们不是在美国待的很久 你们没法给说一公共 包括捐款这块 不如美国家做那么到位啊 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 而且你们不能讲英文 所以这个就很忙 所以我们担心的是这个点 因为学校非常注重他这个三藩这块 这个走七十帮居民的这个子女 所以这个我们也很担心 但皮特努力之后还是很好的证明自己 确实是我们预测的一样 非常like 大家都喜欢 我们也是把这个点突出给你的招生观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问那个皮特妈妈就是 因为我看了一样扫了一样 很多家人就特别觉得 哎呀 教育方式特别好啊 想跟你去去经啊 性格方面 我就说 您觉得啊 在教育 皮特包括他弟弟妹妹这个过程中 您有什么心得 就是为什么皮特就是 比较成熟自信一些啊 这是采用了什么方法 其实我觉得哈 就是弟弟妹妹还小嘛 就对皮特来说 就真的 我对他其实没有 没有花特别多的心思 我们皮特真的属于那种放养性长大的 这实话实说 我也学校 学校他教的东西 我也不是特别懂 我看不太懂英文 所以我也没有怎么管过皮特 但是呢 我就觉得孩子他成长的过程中 你 就可能跟我们家庭 环境也有关系吧 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环境 正就是因为我 我特别忙要照顾两个小的 所以我就没有太多时间管他 就家长稍微懒一点哈 其实我觉得对孩子 不见得是坏事 就是可以 可以培养他 就变得更独立 我倒不是说 大家家长都不管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环境 家长各种 我们家这种特别的情况 皮特他就是得帮我 去做很多事情 在这个 在这个基础之下呢 他就变得 有一些责任感嘛 很多事情不用我说 然后他就会很主动的说 好这个我 哪天天我帮你弄好 我去看一下 我去给你联系一下 如果要是有的时候 去约什么事情 他也会主动的说 会约到他有时间的时间 然后他去帮我处理 就他很有这种家庭责任感 当然肯定是跟我们家特殊情况 特殊原因 也是有关系的 但是真的说 我自己亲自本人去做 对他做什么教育 其实还真没有特别多 他就对 像弟弟妹妹 就是他帮他们 做一做作业 上传作业 这些方面 他也都是做得特别好 因为弟弟妹妹小嘛 现在上网课 他就特别忙 占用他所有的时间 可是他觉得 这好像是他应该做的 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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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去推他 怎么样做 他就会主动的去做 这您说特别好 就是父母懒一些 我觉得 这过程中 您给的皮特一些担当 这是为什么皮特非常容易交到朋友 特别大方 因为他有种大哥的姿态 他就觉得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是说凭什么我做 凭什么不是你做 没有那种自私的宠 因为很多独生子女的家庭 不是孩子自私 是因为父母 爷爷奶奶 老老爷都这么宠 这很正常 那孩子就是 那我为什么要分享 我从来没有这个机会 而你给皮特这个锻炼的机会 你的懒 我觉得正好和一些家长 都比较强势 是相反的 原家长比较强势 什么都安排的脱走当当 就像你在运行一个公司 如果底下人 你帮他上手 去主动take a project 即使费药掉了 无所谓 他永远没法论 他永远是指哪打哪 那孩子就会产生一种厌烦心理 那我就打工这心态 好 你让我干我就干 这是好的 你要干嘛就干嘛 但是我是模样工 我是混 那碰到快乐可以对抗 我凭什么听你的 你说的也不一定对 为什么会有逆反 明明错我要做 人从生下来 就有向往自由的 就是这种欲望 那家庭也是 我觉得这种参与感 我觉得您虽然没有直接教育的 但你给的这种机会 不管是客观主观的 是皮特锻炼的 因为我们和皮特接触 举个很小的例子 第一次见面 皮特来和我们见面 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孩子 拿笔记本来的 拿张纸上不是笔记本 铅笔写的 问的问题 他问的一堆问题 他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事我很惊讶 我见过妈妈拿笔记本的很多 但是孩子初中 那时候皮特13还是14 就是我很震惊 13岁 然后我们就说 这些孩子不用担心了 那上大也差不了 他有这个意识 即使父母举点 父母让你给我弄一下 他可以混混混 随便写写 但那问题都是想过的 而且他的问题 这几个都是有逻辑的 他每个都是佛报的问题 就是我的回答 是决定他下一个问题的方向 这点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这种机会很难得 我觉得继续坚持 皮特也是比较幸运 作为家里老大 有这个机会锻炼 我觉得将来很有担当 到哪个机体环境里边 大家都会喜欢 因为每个机体里边 都喜欢那种更利他的人 对吧 你当然这样也是会利紧 大家更喜欢你 我觉得这很好 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不好意思 但我大家都常吃惊 问皮特妈妈 皮特妈妈你想象一下 10年以后 批费24 25 10年以后 对吧 可能一年都没见皮特了 皮特打开门 那个时候皮特出现 你的形象是什么样 10年以后大学就毕业了 可能工作一两年了 可能带女朋友了 可能我不知道 就是说你觉得 那个时候的皮特 在你想象中应该是什么样 就是以我现在 就是现在我去想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跟现在 变化不是他 他还是一个很乐观 很积极的孩子 他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 我也希望他是这样 他应该还是一个 就是说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呢 他因为喜欢 所以他就会努力嘛 他还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 然后也是一个 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很开心的一个孩子 做热性 很积极向上 很积极乐观的心态 我希望他能够像现在一样 保持好现在这个心态 当我10年以后 再看见他的时候 还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就最好 特别好 这个时刻实际上能问出 家长潜意识里边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家长会 就是这样 这个人的 预期和现实 反差特别大 会焦虑抑郁 不开心 对吧 你看一般样会回答 10年之后 我希望我儿子回来之后 什么多高了 或者是瘦了 或者是有好的工作 去到好的学校 这些都代表你的目的 你认为到那个点 才是你理想的孩子 而你没有提 你说还是现在一样 就说明你喜欢现在的状态 而这个是孩子最需要的 这个美国有一本书 就讲这个 叫无条件的爱 Unconditioned Love 这本书其实挺废话的 那就几句话 就说 父母只有在无时无刻提醒孩子 你的存在 是他们爱你的原因 而不是因为你达到了什么点 这个非常重要 孩子那种自信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他觉得如果达到你这个点 你才会爱他 那就会产生一种非常极端的状态 他会认为他达不到你的预期 特别老实的孩子会能被自残 对吧 伤害自己 觉得自己不自信 那如果特别 那个叛逆的孩子就觉得 那你不要我 我也不要你 那就拉倒 对吧 你就这么看我 你不看我是个人 因为没有孩子是希望被judge by achievement 因为孩子这句话 1%不到的人能进藤校 对吧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答案特别好 因为 昨天我给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没告诉你这个解读的 所以我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的 因为我们接受的家长和孩子 那种状态特别和谐 孩子所谓的自推也好 自觉也好 就一个点 父母孩子距离感特别特别特别近 就是他们的是平等的 就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 绝对不会差 学校不是重点 就这种性格到哪都不一定 就不用担心 我觉得您这边就挺好的 比我们这教育家家还专业 这挺好 好 那感谢感谢 比特和比特马马 那再耽误你点时间 然后我们麻烦艾了一下 看看有什么问题 家长需要提问 我看很多关于你们的问题 好谢谢 好的 我这边收 今天还是收集到了 很多很多的问题 有家长问 刚才Ben你说的 这个性格内向 不善言辞的孩子 不适合申请私校 除非家长陪读 你指的是离开家的寄宿高中吗 对 寄宿的话 孩子这个年龄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虽然动物里边可能一两个人 内向的孩子很吃亏的 他没法倾诉 有距离感 你当面的话 你可以从过他的一些表情 举个例子 他被人 他和人打架了 打伤了 你在屏幕里边看不清的 或者他被 他心情不太好 一些细节东西 你在隔着屏幕打电话 他不会说的 特别是听话的孩子 他们更内向 更喜欢隐藏自己的情绪 不喜欢让你们担心 这种孩子是最需要关注的 没心没肺的还好一点 内向敏感呢 不太行 所以加码一定要小心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这个SAT is no longer counted in admissions of many universities how did this to affect the decision to these famous private high schools 你现在 SAT取消 SAT对这些 private school 有影响吗 他们都没取 private high school 每个学校不停的政策 他们有可能 test option 干嘛 还是那句话 刚才那个表里边 我们没有 没有说 最重要的是面试 还是那句话 就是面试 如果这个私立高中 因为私立高中 实在太咋 每个都不一样 如果他没有说 他必须要考 你就不用考 如果你考得很高 你可以教 这个是不一样 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没法统一答案 但有一点 私立最重要的 就是面试 面试最重要 如果面试里边 用的高级的词 讲话逻辑非常强 非常末兆 还有创造力 一定会录 分都不看 OK 好 我们家人很好奇 Peter你是读的 哪一个private middle school 还有你的中文 家人还好奇 你的中文能力怎么样 那你看你用中文来回答 好 我会说中文 可是我的中文 没有那么好 我们不太好 所以我的中学是上的 Presidio Hill School 是在那个怎么说 一届那块的那个学校 不是那个公立的 好 然后刚刚有家长问 想问Peter妈妈 是不是可以谈一下 Peter赴美以后 对他自信心养成 还有从家庭这方面 有什么样的心得 怎么样培养他这个自信 还有有这个accountability 有担当啊 责任心啊 这些 就我们来了以后啊 其实刚开始时候 真的是没有什么自信的 他也不太会说 Peter也不太会说英文 我也不太会说英文 但是呢 就是他上了学以后呢 可能Peter他自己 就是比较 因为我不会讲嘛 所以他上学了 就有很多事情 其实真的就是跟我们家的 这特殊环境是 特殊情况是有关系的 他上了学以后呢 我就什么事情都得依靠他 他就觉得 他就是有这个 他就得努力啊 他就得帮我去做这些事情 要不然就没有办法做嘛 我们刚来说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就在这些方面呢 就是自然而然的 他自己就去做了 他自己就去努力了 而且他呢 就是努力了以后 他就会看到一些结果 他就会在这个方面 他就会得到了一个 就是他自己就有自信了 我原来可以做的这么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信的 就是Peter确实是获了很多奖嘛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 就是还是可以增加很多自信的 而且这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 比方说他画画获得奖之后 学校就会让他去帮助学校送海报 然后呢 他就去帮学校送海报了 送海报之后 他跟学校老师 跟校长接触的多了 然后他们就觉得 他组织能力也挺好的 然后就让Peter又去组织 学校很多活动 包括他还代替学校 代表学校去City Hall 帮学校领过奖 就是很多活动 都是Peter去做了 他就这些事情多了 自然而然就更推动 他的这个自信心了 所以这个都是一连串的 其实在这个回忆中 我真的没有做什么 我没有给孩子 任何这些方面的帮助 只是自然而然的 就形成了这样子了 就这么一个过程吧 主要Peter自己也有能力 然后呢 也感谢妈妈给机会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很感兴趣 问Peter How many students from your middle school admitted into your current high school Okay I think three 然后其他的呢 其他这个 这种 private besides your current high school 那些primary private high school 有没有 Okay so like what high schools did my classmates go to 对 I'm not that sure because like after the COVID thing the lockdown started so so we didn't really get to share yeah but a bunch want to urban like and then like five or six want to drew and like some kids want to bay aswell okay yeah 三番最好的 就是university high 然后比universe 弱一些的 就是leak leak 稍微弱一些 然后再往下那些 June那个是比较 比较水的 反正这个家长 我觉得看 孩子程度 你要 真是扑到一个 特别难的 如果孩子有运气 录到了 还是那句话 他成绩比较弱的话 还是没有好结果 一定要硬台试教 ok 好 那个 有家长问 这个Peter的SSAT 当时考了多少 刚刚已经提到了 是吧 2200 后来最终的 final的SAT score 是2200 2400 2400 反正是91 percentile ok 好 那下面这个问题 我想家长 那个 Peter妈妈来回答 比较好 家长问 面试时都有什么问题 然后家长要写 recommendation letter 你有什么建议 当时你是怎么样做的 面试这个环节 家长是不参与的 都是只是面试孩子 所以在这一块呢 我没参与 我也就是都是Peter 他 朱老师他们也帮Peter准备一些 然后Peter 自己去又去又去看一些 去学一些东西 看一些问 老师他们也会教他一些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吧 因为我英文不好 我也没有参与这一块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给写这个家长信的 这一块呢 我其实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写 实话是说 就写我们家的这个情况 从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情况 可能也确实有很多东西 可以写吧 就是很小的时候 我们过来的 然后过来有这个过程 Peter 在学校的表现啊 也挺多活动的嘛 然后Peter 在家里面 也有帮我去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大败就这方面 就我们家的实际情况 就写了这么一个类子 也没有 没有什么其他的多的东西 对 OK 好的 下一个问题啊 问 有家长问 就是现在 how is Peter's extracurriculum classes 我想应该是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你现在课外活动在做什么 OK 啊 so so right now because of this lockdown a lot of things kind of just pause but right now I am taking art and then I'm also pretty interested in business and finance and like stocks and stuff so I'm starting to take some courses on that but I'm only beginning so yeah OK 我觉得家长 可能问他 是之前的课外活动 就是他想问 看了什么活动进去 应该有可能 是这个想法 Peter当时最突出的活动 实际上就是画画 然后他在学校里边 我们是让 就这样很有名 那个王老师 他算是做作品集的 做了一个作品集 就是实际上是把 Peter那个创意给写出来 他之前的画作 他有好多获奖的作品 在不同程度的 全国全国内的 也创业而同的比赛 都有 这个算一个特长 但是呢 这个这个 这个University 他实际上主要是看 面试和文书 因为他要看 你是否fit 对吧 Peter别的活动 当时没有太多突出的活动 音乐和体育 都相对弱一些 没有那么 没有突出 他都非常likeable 所以说我们当时 断定他的推荐性 肯定差不了 当然怎么和老师要 这个我们都一起教他 所以Peter活动 不是突出那种 也没有竞赛 Peter学校的数学 大家能看到 为什么他们学校教的孩子 一开始只考1800的 10%的SICT 就这个原因 很多私立高中 就是陪孩子玩 这个事 OK 好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是Ben老师的 Is middle school GPA important? 目前我们这么多 case里边 我们也觉得重要 因为大家都挺高的 我还没见过 哪个孩子 middle school特别低的 有个别相对低一些的话 也不受影响 它主要是SICT够高 你可以弥补 和本科申请不太一样 初中整体的GPA偏水 偏水一些 问题不大 但如果你说 你要是去一个 非常top的私立高中 然后你们学校整体的GPA 可能是都是A- 你来个B- 那可能就是个问题 但一般来讲 我们过去那么多案例 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我想家长问的 可能就是如果说 初中的这个GPA 不是特别好的话 申请私立高中也会有戏吗 看哪个还是那句话 光弯区的高中 不下分五个档数都不一样 录取难度来说都不一样 得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 你的SICT或者ISE的分数 是可以弥补GPA的不足 因为那个是standardized 全国统一的 它可以看到你在全国 申请人里边的percentile 那个完全可以弥补 OK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笨老师的这个讲座 然后还有Peter和妈妈 给我们的分享 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也是我们感受到了 妈妈不一样的教育理念 然后Peter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 然后也是有这个 cannability的孩子 如果家长还有另外的一些问题 欢迎致电或者是email 然后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ID 也在屏幕的下方显示出来 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随时联系 然后感谢家长今天的参与 也谢谢Peter还有妈妈 接着 我们可以追订 等你